你好我是李永奶爸 今天來說明一下Wordpress這個購物車它的樣板有多少種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好幾年的時間 從2012年開始使用Wordpress到現在 中間有停過一陣子 因為有很多我覺得用起來不是很舒服的經驗 包含它的速度過慢 或者是它的整合性和購物車的一些功能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完善 可是後來這一兩年我發現它的進步非常的快 然後它的相容性越來越高 還有就是很多經流系統開始支援這個Wordcommerce這套系統 所以這一兩年我就比較專注在Wordpress這個線上經流 還有它的購物車的這個系統 那其實它的範本非常多 譬如說我在這邊展示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範本其實是無限多種 只是說它原廠預設 或者把它做一些範本讓大家看說 這個購物車其實可以做到什麼樣子 那像這樣 像這幾個版型是它原廠做出來的 但事實上套用了它的版型之後 可以在細部去修改它的每一張圖片 甚至是它的背景影片都可以 它的布景主題其實因為靈活性非常的大 譬如說你看到這些圖片它的位置還有影片 或者是可以這個變化這些slide還有這些特效 其實在後台是全部都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它的樣板範本應該是無限多種 無限多種 因為只要你自己任意做組合的話 它都可以組合出一個新的版型 所以你看我現在光是這幾種 他們官方預設做出來的版型 就已經有十幾種了 官方十幾種是說你可以馬上按一個鈕 它就是馬上套用的版型 然後你再自己去修改你要的內容 那這樣其實就是無限多種 這是它的這個版型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它的這個版型 再看下一個 然後它這邊也可以插這個 內建這個倒數計時器 然後這邊是產品的照片可以擺在這邊 然後移過去會有一些動畫特效 浮起來會陰影 然後你可以去插入你要自己的電子報系統 還有這個部落格它把整合進去 所以你在你的網站裡面有部落格的 做內容行銷的一些功能 然後像下一個 像這樣子 這個很大張的照片 這個有很多賣衣服的人 或賣食物 或賣美食的人 很喜歡很大張的照片 像這種也是一個版型 還有下一個 這個是影片的版型 背景就是一個影片 像這樣子 這種版型 它也是有slide 可以換下一張 然後上面可以有按鈕 可以按 這個slide無限多張都可以 像這是另外一種版型 這是滿版的slide 下面這種版型 這種版型是它把每一張照片 把它混合組合在一個封面裡面 所以看起來是蠻酷炫的 像這種版型 裡面 用版型 裡面直接可以遷入搜尋按鈕 這邊也是有 部落格的 然後這邊是IG的 Instagram的照片 全部都會直接把它抓進來這邊 所以它的版型其實是可以無限制的變換 那為什麼今年我特別去研究這個解決方案 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就是大部分人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官方網站 跟我的購物車系統 跟我的部落格 可不可以整合在同一個網站裡面 外面的購物車平台 看起來比較像是這樣子 就是 一進來就是讓你去買東西 那有些購物平台 是連部落格功能都沒有 像這個部落格功能 讓你去做內容行銷的這個功能都不行 它就純粹購物車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把購物車做得很像官方網站 然後裡面又有這個 shopping購物的功能 然後又可以寫這個 部落格的功能 把它三樣都整合在一塊 這是比較大的需求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 有在研究網路行銷的人都知道 內容行銷非常重要 你不只是去打廣告 得到流量 然後讓客戶來買東西 而是裡面那件部落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也有自來客 就是搜尋引擎會幫你找客戶來 讓你的SEO變得好 這個內容行銷 就是長期去寫部落格的話 你這個SEO會更加的強化 你更容易被搜尋到 而且讓你的網站更專業 人家看到你的這個部落格 有一直在更新 就代表你這個網站是有在活絡的 我老實講 你今天上了某一個網站 而且那個網站是有購物車系統 它是在賣東西的 其實你從上面看到下面 你不曉得你很難去判斷說 這個網站到底是殭屍網站 還是正在活躍的網站呢 假設他現在賣東西 可是那個那個網站 可能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在維護了 可是他的網站並沒有關閉 沒有下架 你那時候會怕怕的 就是我會不會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東西沒有寄來 不曉得那個網站到底有沒有在更新 到底有沒有在管 但是如果你這個網站有部落格系統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部落格有經常在更新 經常在寫的時候 你就安心很多嘛對不對 那有些網站是連那個右下角啊 或是電子報啊 Email啊 手機啊都不提供 你也不曉得怎麼去跟這個網站的站長聯絡 然後也沒有看到他這個網站到底有沒有在更新 如果你是站長的話 你這個生意會好才怪 因為人家會怕嘛 你要看你這個網站 不曉得這個網站到底是殭屍網站 還是正在活躍的網站 不知道 所以現在在做網路行銷的人啊 在架網站啊 自己都已經有覺察到 就是讓自己的網站呢 能不能夠有官方的版型 官方官網的版型 可是又有購物車的功能 然後又有這個部落格的功能 三種功能合在一塊 而且這個經流呢 又要支援台灣的經流 譬如說藍芯 綠界 PayPal 甚至國外的Stripe經流 如果這些都可以整合在一塊的話 那這個網站就非常的完整了 你要做跨境電商 或是做內銷的網站都可以 所以今年呢 我才會再把重心拉回來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用Wordpress 然後解決掉它的一些不好的成分 譬如說開啟速度過慢的問題 或是整合非常複雜問題 版型很難調整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在這一兩年呢 已經大部分被解決掉了 還有經流整合性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7月推這個網路商店 創業包的這個服務 就是因為這一兩年來 Opress跟 WooCommerce購物車系統 他們已經整合得越來越好了 所以如果你也希望你的官方網站 你的購物車系統 還有你的blog系統 都可以把它整合在一塊的話 那你就可以參考我們的 網路商店創業包哦 我是劉海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